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 当中国籍人之所籍 克服困难未有需要的国家生产和提供抗疫物资的时候呢 美国在全球是买断 垄断抗疫的物资 当中国率先宣布并且身体力行 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向世界提供超过8亿剂疫苗的时候呢 美国大搞疫苗民族主义和美国优先 现在美国把自己的疫苗拿出来了 但是呢如果真像报道中所说的那样 美国呢早已在疫苗的背后标好了价码 将疫苗和溯源问题挂起勾来 把疫苗作为胁迫其他国家加入反华恶华同盟的工具 这种做法是非常不道德的 不负责任的 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当前世界呢仍然在面对着疫情的严峻的挑战 迫切需要团结和合作 疫苗是抗击病毒的 利器是拯救生命的希望 不应该被政治病毒所污染 我们希望美方停止政治操弄溯源 污染毒化国际抗疫合作 我们注意到有关阿富汗塔利班的声明 也注意到阿富汗国内的各派 人在就未来政权的架构进行协商 昨天我们就看到有报道说 阿塔的代表与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的主席 前总统等人举行了会谈 那么中方呢在阿富汗问题上立场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 我们希望阿富汗组建开放包容 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 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 顺应本国人民的愿望和国际社会的普遍的期待 阿富汗